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文昌衣一份,最差科目的书籍,身无不四肢,勤菜一棵,冲一棵,指线一把 步骤一,冲凉静身心 到文武庙参拜前,首先冲凉凉凉,换过衣服,结静身心,以示成衣 步骤二,参拜许愿 去到文武庙,先向文昌帝君上香,再双手捧着祭品,参拜许愿 你哪科差,就等文昌帝君保佑你那科特飞猛进 小资料,祭品有寓意 拜文昌的祭品其实各有含义 无不即妙不生化,冲代表读书聪明 勤菜寓意勤力,指线,是古时书生秀彩的身份象征 步骤三,化衣求符 许愿愿,就要化了文昌衣 还要求到文昌事业符,放在银包里面 步骤四,敲门口大钟 搞定了之后,就带来祭品走 离开那时,记得敲在门口大钟 说给文昌帝君师自己来过 步骤五,无不止线放文昌 回到家,就将祭品里面那四支毛笔和纸线放在家里的文昌位 以2010年,苦年为例,即不毁 步骤六,食葱及芹菜 其余的葱和芹菜就用来炒几味 吃了它就代表聪明又勤力 小贴士,文武庙那里爪 要拜文昌其实很多选择 教大家的有荷里活道文武庙 被列为法定古迹的大部文武庙 还有400年历史的煤窝文武庙 拜文昌六件事 跟着这六个步骤拜过文昌 就保佑你学业猛进